4月13日吴清风微博发长文回应近期许多问题 他表示从休息开始一直有很多很多邀约各种类型的 有我以往习惯去的也有我从来没尝试过的我都拒绝了 但是那些也都在沉淀里 这几个月我开始编自己旧歌demo的时候 跟嘉凯共享了一个资料夹 如果有彼此刚完成的作品就会丢上去互相给个意见 有时他帮我的demo弄弹吉他 有时我帮他的demo唱一下 有点像音乐的交换日记 感觉停滞一年的我好像开始流动了 所以我开始接受一些工作上的邀约 你们应该会渐渐看到我 有一些我专挑以前没做过的 现在没办法躲在团圆背后了 我想虽然会很害怕 但是这样才会成长吧 看着他们各自做喜欢的事 越来越强大我也该加油了 除了之前提到一直在整理旧的demo之外 最近也开始写新东西 沉淀已久的灵感一摇晃便落了满身 那么今后就请你们多多指教咯 而面对苏达绿解散的传闻 他也予以否认称自己不算单飞 而是会和成员们并肩飞